大家知道吗,虽然同样是癌症,但是每一种癌症的恶性程度,是有很大差异的,有的癌症生存率很高,复发率低,而有的生存率低,复发率很高,这也是很多患者和家属咨询的问题,为什么有些人患癌,什么是没有,和正常人一样,而有的人患癌,两三个月就去世了,哪些癌症的死亡率高,比较难治。 哪些比较好治,死亡率低呢,请看我来给你分析分析,首先,我们来说出比较好治,死亡率比较低的癌症,说到愈后好的癌,甲状腺癌当然不让,分化型甲状腺癌是愈后最好的肿瘤之一,五年的生存率达到90%以上,也就是说90%以上的人,都可以存活超过五年,一般五年没有复发和转移, 就相当于治愈了,所以有人称甲状腺癌会快乐癌,因为甲状腺癌育后是非常好的,除了甲状腺癌,育后比较好的癌,还有乳腺癌,前列腺癌,节肢肠癌,宫颈癌,鼻咽癌,某些类型的白血病和淋巴瘤等等,不好治,死亡率比较高的癌症, 说到恶性程度排第一的肿瘤,疑腺癌当之无愧,疑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,五年的生存率只有5%左右,疑腺癌的生物血特性很恶,而且早期没有症状,不容易发现,一般却诊后都是中卵性了,其他复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肿瘤 还有以下这些,例如肺癌,食管癌,肝癌,肺癌,恶性黑色死瘤等等,癌症的生存期为什么会不同每种肿瘤的预后差这么多?主要与肿瘤的生物血特性有关系,同样是坏蛋,有的坏蛋更坏,对身体的危害更大,肿瘤的预后还与分析有密切的关系,分析早,预后就好,分析越完,已经出现远色。 触转迷了,预后肯定就不好了,肿瘤的类型和分析,是决定预后最主要的因素,当然还与是否接受了正规的,患者的心态,身体素质,年龄等因素有关系。 所以,大家平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定期体检,争取早发现,早,这样才能取得好效果。 欢迎留言咨询,更多医学科普,请关注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